能堕入畜生到蒙文殊胡萨加持 在你中阴身的时候呢 让你投胎到五台山 你就不会被众生宰杀 所以五台山有圣人 也有凡夫 也有畜生 所以他是文殊的凡圣同居徒 最后我们在这一次去的时候呢 也去了云刚石窟 到了五台山 后来我们坐飞机 就飞到四川 峨眉山也去了所谓的乐山大佛 以及还有峨眉山 所以今年的九月 我就会让大家看到另外一个短片 就是峨眉山普贤王菩萨的短片 那这几年我都很用心的 我觉得用科技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声音跟图片 乃至于我的奖金里面 我也用了大量各种图片 让大家知道 佛教它有圣身证悟的教理 同时它有广大的艺术文化的很多的资源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都不喜欢学佛法 因为可能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有一个就是 学佛的方式很传统 不能接触音乐 又不能看图片 又不能看DVD 那这样的话 年轻人是很难得度入佛门的 所以这是我的愿心 希望透过现代的科技 把我们潮圣的短片给解接 然后这算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 能够引导更多的众生 想想每一个圣地 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短片 当你老的时候 大概你就待在房子里面 这样买一台电脑 就看你一生你跑过有多少的地方 slideshow 你会觉得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你去过了这么多的圣地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短片 第一次是在商业金色的新春茶会放的 希望大家吉祥圆满 所求如愿 早日成活 谢谢各位 好 现在请大家分开讲义 第十二页目录 今天只是第一天 对不起 工作人员很辛苦 然后因为电脑出了一些状况 没关系 第一天也会只是一些概论性的介绍 真正讲经文会过一两天 好 请看目录 第一个 先看前言 前言呢 我这次会介绍讲经的缘起 那今天开始会先讲 弘一大师开示地藏法门的重要 第二个 讲经 就是先看弘一大师的开示 第三个呢 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地藏菩萨 你所理解就是什么 比如说七月的时候啊 做超度法会啊 才讲地藏菩萨 或是说你觉得你的乐障很重的时候呢 才拜地藏菩萨 事实上哦 地藏菩萨有广大的功德 这一次呢 我会介绍地藏菩萨有甚深的禅定 悲愿广大无边 而且你真正要修禅定的人啊 要拜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呢 以地水火风四个元素来讲 观音菩萨是以水地义众生 大悲水 地藏菩萨大地地藏 地藏地藏 犹如大地的宝藏 所以地藏菩萨其实是禅定力非常深的 这是一般人忽略的 文书菩萨是拿智慧的剑 所以是火比较大 那个火大不是你发脾气 那个火大 是有智慧之火 慧见产识 而普贤菩萨呢 是丰大 因为他其大象 代表一头足一手足 一头足啊 一举手都有无量的怨恨 所以第三段呢 禅定甚深的地藏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除了颤除恶业之外 其实他是最快的修 禅定法门 而且他教的禅定法门是南传北传的大称 就是南传北传 甚至金刚称的教法也有 比较少 在这边经文里比较少金刚称 可是呢 在经文里面呢 南传跟大称啊 北传的这个禅定法门啊 他都有教 在第二瓶这里也有 第四个我们会讲修持地藏法门的功德 好 接下来因为这是大家的齐请 所以我真的很用心 不敢说很好 但做抛砖引玉的工作 就是呢 我把十轮经里面全部做了科判 假如呢 全部的那个大称大吉地藏十轮经 全部做科判的话呢 当然那是另外一个做法 但是我现在这一次就以第二瓶作为科判 然后呢 接下来有三呢 就有详细的这个经文跟对照表 好 讲极乐净土与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是很重要的 请看藏传佛教的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呢 是大概是在西元一二世纪以后 由大乘佛法印度传到中国 大概中国是二三世纪 传到西藏佛教是第八世纪跟第九世纪 然后八大菩萨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现在也很少看到八大菩萨的造型跟雕像 我去过尼泊尔又去了八次 八次里面尼泊尔的南方啊 叫帕探是专门他出版 就是做佛像 同的流经的佛像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带我呢 就到他小时候家乡啊 这一社区里面中间的大殿 中间共释交摩尼佛 旁边就是八大菩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八大菩萨你会分吗 文书 右边是文书菩萨 因为要从他的莲花上 所拿的这个法器来判断 一个是文书 一个是普贤 接下来右边是弥勒 弥勒知道吗 他有个法轮 还有个宝瓶 白色的 左边是地藏菩萨 还有 那这边这张呢 右边这张栏着 站着是金刚守菩萨 所以八大菩萨呢 在这个传统佛法里面呢 从印度传到中国跟西藏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去强调 然后八大菩萨里面呢 其实你念哪一个菩萨 八个菩萨都会互念你 举方说 我们大家知道八大菩萨呢 是药师经 对 我们大家知道药师经比较多 好 请看补充资料 这一次呢 我编了很多附录 请看 阿迪侠的点灯奇愿文 真的大会的同意 最后一天我们会点灯 接下来请看附录二 大院地藏法门的日修检轨 这是我编的 我最后一天 我再跟大家介绍怎么修 因为现在呢 新加坡人是越来越忙了 所以我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 所以叫brief task 没得再简了 接下来看附录三 在大政杖里面 第十三册编号413号 由唐朝不空三藏而翻译的 不空三藏的经典很重要 请各位做一个记号 我自己跟不空三藏也很有缘 真的很特别的缘 是因为中国的唐密 大部分都是不空三藏而编的 传到现在看到的日本 还是于韩国东密的体系里 很多的经论呢 都是不空三藏编的 那在我们一般知道 我刚才讲 地藏菩萨是因为 正道华严经一称十项的境界 所以我这次附录一个 地藏菩萨请问的法身站 这是讲般若波罗蜜 非常好 附在后面五十三页到五十八 接下来还有一个附录四 是敦煌本的佛说地藏菩萨经 在这部经里面就说明 念地藏菩萨一定会去极乐世界 好 再看下面 附录五 金刚三昧经 金刚三昧经这个也请各位做一个记号 韩国元晓大师 特别喜欢金刚三昧经 写了一部经金刚三昧经论 金刚三昧经很深 因为他讲金刚般若波罗蜜 也他的境界等同于 大般若经的境界 其中呢 在第八品叫总食品 就特别介绍地藏菩萨的功德 好 接下来金讲完了讲拜灿 中国人很喜欢灿法 那至于你们现在有拜地藏灿 梁黄宝灿 或是金刚宝灿 其实灿法里面呢 请看附录六 真正的灿法 应该请你拜 偶艺大师所编的 现在呢 我手上也有两三本 然后你们一拜的灿 我直说 我觉得都乱七八糟的 爱怎么编就怎么办 这一段呢 要是宝灿 这一段呢 就是大杂会 我不太鼓励 你们可以翻开 六十四页到七十一页 请现在翻 六十四页 谢谢 到七十一页 我这一次呢 真正把 明朝偶艺大师 亲自编的 礼 占礼 地藏 菩萨 参愿 仪 有附在后面 当然这个字比较小一点 如果各位拜参了的话 将来呢 可以编大本的拜参仪轨 我手上也有一本 所以 他就是按照 地藏三经 而且大乘大吉 地藏十轮经 所编的 尤其各位看六十七页 请翻开 现在就翻 六十六页到六十七页 尤其是六十七页 有没有看到 六十七页 从第六行 一心鼎礼 入能发制定 地藏菩萨 一心鼎礼 入巨竹 无边制定 地藏菩萨 第八行 一心鼎礼 入巨竹 清净制定 地藏菩萨 这些所有地藏菩萨的名号 从哪来 就是大乘大吉 地藏十轮经 这次讲座的 Chapter One 第一章来的 我今天或明天 我也会讲这一段 可见你可以看到 地藏菩萨的禅定力 是非常深的 他具足一切的功德智慧 所以不是你光光想象 这么狭隘 地藏菩萨就是抓鬼的 度鬼的 超度而已 当然这是地藏菩萨的悲愿之一 不过地藏菩萨 不是那么你想象的这么狭隘跟局限 地藏菩萨可以从你出发心 学佛所求如愿 然后一直呢 到了华严经的境界 你都可以拜地藏菩萨为老师的 所以明朝的偶艺大师 编了这个地藏灿 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一直到七十一页 我觉得呢 你真的要拜灿 你就要编去拜 真正呢 这个祖师所编过的 当然这个灿呢 有一点点长 不过还好 然后弘毅大师也非常的赞叹跟弘扬 那民间呢 现在留的所谓地藏宝灿啊 其实那只是三千佛名 加上地藏菩菩萨一些名号 当然我不会说不好 可是师父还是鼓励你 可以拜偶艺大师所编的地藏灿 会比较完整 而且圆满 所以翻回来 第十二页 请看附禄七 附禄七 红艺大师是近代 真正呢 公开弘扬 地藏法门的一位高僧 他自己跟印光大师不太一样 我上次说过 印光大师是如佛并红 他自己经三藏十二部 他住在普陀山 法语寺 可是印光大师本身视线是专修专红 所以他的学生有很多 其中有一位台中的李炳南老居士 后来近空老法师 也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 所以他们是属于第一类专修专红 第二类呢 就是讲的红艺大师 郑助双修 待会我就会讲红艺大师 请看附禄七 普劝静忠的道理 为什么要修地藏经 他呢 曾经在地藏菩萨诞辰里面 在永春这个地方讲过 由王孟昕居士呢 而整理 在讲义七十一页到七十三页 这次我也全部整理给各位 所以你终于知道 为什么师父来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青春周这么多吧 因为我常常到天亮没睡觉 可是我很欢喜 好 再看第八 附禄八 是新加坡一位很大了不起的高僧 眼陪长老 眼陪长老呢 也曾经讲过红艺律师 对地藏菩萨的礼战 眼陪法师 眼陪长老呢 我也见过 我第一次跟他有缘呢 是在台湾见到他 我第一次生平是出国 第一次是新加坡 眼陪长老在光明山做住持 各位不知道记得哪一年吗 你回去查一查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来新加坡 来三天 代表我的师父跟三团 参加眼陪长老 在光明山做住持 但是因缘的复杂关系 他只做完一年呢 他就卸任了 所以我今天呢 也很高兴 在新加坡弘法 眼陪眼陪长老啊 我们叫眼公长老啊 他讲了过很多地藏法门的 所以今天晚上 注意听 你的作业就是看73页到78页 待会讲完经 你如果累了 没关系 明天看 明天呢 入场6点以前 你要把73页跟78页给我看完 主要做一点作业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上眼公长老 他有讲非常非常多 不是只有一篇而已 他讲过很多篇 所以我只选其中的一篇 接下来第13页 然后呢会介绍参考书目 现在电脑因为非常的方便 我想书不用介绍太多 因为什么 介绍太多 其实你根本也不看 所以我就挑两三本最精彩的 你要知道我要在全世界里面 选这么多的书啊 是很不容易的 刚才我见到另外一位法师 帮宽敬念佛当的图书馆 整理得非常好 我非常的赞叹 也随喜 我自己一出家的时候 我也管过三个图书馆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书大概是你大殿这样 全部装得满满的 全部都是我的书 我的书非常多 有南传 北传 藏传 有多国语言的 所以书是很多 但是呢 我到时候法会 最后一天结束 我也会介绍参考书目 那假如你觉得说 书太多了 我只要一本就可不可以 可以 我现在就告诉你 地藏菩萨小百科 这本书非常好 在新加坡菩提长青书店买得到 知道吗 希望你 这本是文图并茂的 因为现代人都不太喜欢看书 其实佛经法宝是浩瀚如海 可是你要问师傅说 你初学的人 哪一个文图并茂 又资料很全呢 就公推你这本书吧 这本书呢 就把大正藏里面 所有地藏法门 重要的图片跟法门 都修持在这里面 那买一本 就包含着所有的地藏法门 那是非常非常值得 这叫物超所值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好 请看前沿 讲经的因缘我刚才讲过了 请看第二 修持地藏法门的重要 请看幻灯片 也有讲义 十三页第十二行 修净土法门的人 我也觉得应该修地藏法门 为什么 洪一大师曾经苦口婆心劝过 原文呢 在七十一页到七十三页 现在呢 在讲义七十一到七十三 现在我摘入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请看幻灯片 有些字是我上面加上去 地藏法门 与中国近代的发展 你总要知道 不然你修地藏法门 你碰到南传的佛教 又跟你说大乘非佛说 那你就会说 那我念地藏法门 到底有没有利益呢 有 地藏法门在中国 魏晋南北朝 唐到唐朝这段时间 有些地区很兴盛 有些地区比较没有 举个例子 修禅的人 我查过 他们就比较不拜地藏菩萨 修禅的人拜谁呢 拜观世音菩萨 还有念准提咒比较多 或念大悲神咒 所以大悲观音法门 在中国的佛教里面 为什么会弘扬呢 第一个是西方净土 凡是修极乐净土的法师 都大力弘扬观音法门 所以禅宗的人呢 其实呢 大部分都念大悲咒 般若心经 准提咒 或金刚经 真正拜地藏法门 是一直到明朝以后 请看 明末四大师 第一位就是 第八祖 莲池大师 有在写了 《地藏本宴经》的序 就开始鼓励流通 而偶艺大师 一生奉持地藏菩萨 弘扬地藏法门 偶艺大师本身呢 在九华山住的很久 尤其在明朝 天下大乱 战争很多的时候呢 这个 偶艺大师曾经 自己一个人住在九华山 然后念灭定罪真言 灭定罪真言 大家知道 OMBOLAI MO NINTO NIN SO POPHA 其实地藏的咒有很多 后面我会讲 这是其中的灭定罪真言 那这个 偶艺大师也劝文武百官 跟天下的僧众呢 一起念地藏菩萨的圣号 然后战争就停了 所以他一生称为地藏之孤臣 进行受的拜地藏灿 念地藏的真言 灿除业障 后来偶艺大师也求生极乐世界 那这偶艺大师的怨心里面 后面呢 谁呢 还继承最多呢 是红艺大师 再看下一代 红艺大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 当代他非常赞叹印光大师 红艺大师曾经想拜 印光大师做师父 印光大师拒绝了 他说你是一代高僧 你已经弘扬戒律了 那你不用拜我师父啊 对不对 印光大师很谦卑 他说不 红艺大师曾经亲自写了很多信 去求印光大师 你一定要拜我啊 收我做徒弟 后来呢 印光大师真的满他的愿了 他说我从来不收徒弟的 很少 教佛法可以 可是呢 我收出家的徒弟的话很少 其中很少 那很有趣的是 红艺大师自己是一代高僧 他后来还拜印光大师做师父 所以可见呢 印光大师在他心中是非常了不起 那红艺大师自己修什么呢 第一 他弘扬戒律 指律师 第二 他弘扬华颜经 也弘扬钥匙经 甚至红艺大师也公开弘扬地战战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的战查善恶业报经 也是他弘扬 他亲自教孟昌老和尚 为他磕木头 那我见孟昌老和尚的时候 我也教孟老亲自教我战查伦 不过这次讲座我不是讲战查伦 因为我不是来补挂的 我是呢 希望大家了解 大乘十轮经是非常殊胜的 讲回来 所以红艺大师还晚年的时候 拜映光大师做师傅 那他曾经去观察 映光大师从早到晚做什么 一个人 没有逝者 都一定我讲 没有故事 没有什么恶意 师傅只是看到古代的高僧 映光大师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很赞叹 尤其是映光大师的文操 还有精华路 在东南亚是流通非常广的 修金土东的人 没有一个不读映光大师的书 可是阴光大师一大早起来 自己礼佛就开始要插佛桌 然后他要供灯 然后扫地 打扫 洗衣服 倒垃圾 通通是他一个人 不像现在 现在很多法师 是很多很多的眷属的 其实我觉得出家人 是应该自己要勤劳 洗衣服 也要常常动 常常动 对不对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 所以 红衣大师就看到 映光大师从早到晚 都是自己服侍自己 第二个 映光大师每天都有诵经 念佛 然后接下来 因为映光大师 他当时书州话 书州话的相应很重 其实他讲经 曾经讲过 但是因为他的相应很重 大家听得不是很欢喜 没有很契机 所以映光大师一生 没有讲经 反而是 映光大师的文字非常好 他用写 映光大师文操书信 来度众生 然后呢 映光大师的一生 都非常的精进念佛 最后又震入念佛三昧 所以当红衣大师 亲近映光大师的时候 他非常感动 一代的高僧是这么习服 这么勤劳 而且这么精进 没有空过一生 还有一个映光大师呢 常常给我印象很深的 这个故事我现在讲 不过我不敢用这个来教训徒弟 因为呢 这样徒弟会跑了 映光大师是一代高僧 所以很多文武百官都来见他 那映光大师 招待文武百官的时候呢 就是跟自己吃一样的饭 以前都这样 一碗罗汉栽 然后一个白饭 没有第二道菜 那有一天呢 就跟他讲说 师傅今天有个县长来 他说跟我吃的一样啊 不用特别煮 然后呢 那县长来吃饭 吃饭 县长呢 一时间的富贵人家 都有一种习气 吃饭呢 吃一点点 然后剩了很多在那边 对不对 映光大师啊 就拍个桌子 就轻口骂他 你以为你做现场 有多大的福报 东西给我吃完 你不吃完的话 你福报够 用光了 你来生了 连投胎做人的机会都没有 哇 那现场一骂 是 是 师傅 我立刻吃完 立刻吃完 所以各位 用这个故事 师傅很真诚的鼓励你 我看到新加坡 很多人很浪费 虽然呢 很多呢 有很多餐点 东西不要叫太多 要吃完 虽然只有三块 跟五块的新币 可是我也知道 新加坡 所有的东西 都是其他国家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或者中国大陆来 新加坡本身是很少 产食物的 可是我看到 新加坡很多人呢 在shopping mall里面 food call的 吃东西都不吃完 我觉得很可惜 你的福报会想尽的 吃东西 不要浪费 尤其到寺庙里面 除了 注意听 除了你的 肚子不舒服 比如这一道菜 是绝对不能吃 那你就不要吃 不要挑 而且 拿了以后 你要吃完 佛教徒要洗福 福报就像呢 你在银行存的钱一样 不要呢 点了很多 最后就浪费 不吃完 这样太可惜的 所以 请看经文 有当代净土中 印光大师 于地藏本元经 特别的广为流传 曾经印过数万册 所以让学净土的人 也要开始先学 地藏法门 所以 金者窃 在十三页 第十九行 金者窃 金者窃 这个金者窃 是谁呢 就是洪一大师自己 他很谦卑的说 我遵照 廉耻 偶艺 跟印光大师 三个祖师的 这个 教导 而且也骗 所有修西方 极乐世界 净土的人呢 也要兼修 地藏法门 好 先看洪一大师 清高亮节的洪一大师 洪一大师本身呢 是在没有出家之前呢 他是一代才子 其实他还没有出家之前 就很有名 这是他晚年的照片 然后呢 我知道在新加坡 也非常的有福报 有很多道场 有时都保有洪一大师 亲自的莫保 这是非常殊胜的 洪一大师本身呢 就是因为 以前太有名 他天津呢 是 他们家族啊 我这次听孟昌老和尚说 是天津呢 八个首富里面 这样的其中之一 他们家非常有福报 所以他能够从贵族 王宫贵族的生活 一刹那之间呢 变成非常的节俭 然后他用的雨伞 一辈子呢 就用一个 破了还是这样补 后来呢 洪一大师往生以后 他们帮他建立一个 洪一大师纪念馆 听说现在的雨伞还留着 然后呢 他们还有蚊帐 你知道吗 律师是绝对不杀生的 夏天蚊虫多 洪一大师他有蚊帐 破了呢 一直补过补 他一辈子都没有用 第二件新的蚊帐 所以那个蚊帐 现在也留着 我讲这个故事 也就是孟昌老和尚 亲自跟我说的 说明呢 古人啊 在家出家 都是非常精进 惜福 节俭跟知足 现在的人呢 你想要的东西很多 其实你需要的东西 并不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他会成为 一代的一代的律师 因为他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他精通经论的同时 其实他要求自己 精进的修持 最后 洪一大师 也欲知实质了 大家知道 他走的时候写了 悲心交集 他滴滴确确确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修地藏法门 也可以去极乐净土 不要怀疑 你看 洪一大师的莫保 勇猛精进 我们的人生很苦短 虽然在做很多莲友 也做了很多的善根 福德 姻缘 栽培了很多福慧 可是这以历代高僧来比呢 其实我们是还不够精进的 接下来这张 请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一次孟昌老和尚亲自给我看 请看左下角 左边第一个人 是孟昌老和尚 二十三岁的时候 他亲自请洪一大师 去青岛战山寺弘法 当时呢 青岛战山寺想要传戒 请洪一大师 洪一大师是左边算来 第三个 有没有看到 黑黑 穿黑的衣服 瘦瘦的那位 那呢 当时洪一大师 因为洪一大师 虽然是才子 但是洪一大师有个缺点 就是他的身体很不好 他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他出家以后 其实呢 大部分人来请他讲经说法 他都拒绝 他说我没有什么才能 我晚年出家 业障很重 我就好好精进修持就好 他每天诵经 写经 念佛 拜佛 所以呢 亲近他的 孟昌老和尚跟我说 他亲近他 他是从早到晚都不出门的 不像现在的法师 这么慈悲 又有会客 对不对 他任何人都不见得 对不对 他就叫你好好修行 好 那时候呢 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 左下角 第一位 孟昌老和尚 二十三岁 那时候他很年轻 来请洪一大师 去北方 清早站三世 去讲经说法 这时候呢 洪一大师拒绝了 拒绝了半年呢 他都不走 那因为他拒绝了 所以孟昌老和尚告诉我 他就亲自在那个寺庙 亲近他 美帝就见老和尚啊 你要我帮忙吗 他说你走吧走吧 我跟你讲 我不会去的 他说那时候 孟昌老和尚就有一个固执 我这个人呢 做事情没有做啊 成功啊 我绝对不放弃的 就他想 洪一大师是一代律师 一代高僧 我要怎么才能够 请动他呢 好几次去见他 洪一大师说 你死心吧 我绝对不会去的 我老了 我就是用功就对了 好 那有时候 洪一大师要买 笔一跟墨 那就叫孟昌老和尚 帮他买 他就服侍了他半年 做侍者 在这半年亲近他的 他发觉 一位一代高僧啊 从早到晚都昼夜精进的 后来洪一大师 亲自写了花烟经 净行品 送给 孟昌老和尚做礼物 好 结果半年以后呢 他有一天呢 突然想 我得想个法子 这孟昌老和尚亲自讲 他说我一定要想个法子 请洪一大师去 他就说 洪一大师啊 我今天跟你告假啦 告假就是我要走了 再见啦 我等了你半年 你都不去 他说 我有个问题 想请问你 我小时候出家 一直到现在 都讲呢 但愿众生得利苦嘛 不畏自身求安乐 我都要去奖金说法 所以我小的时候呢 就开始学奖金 人家请我奖金 我哪里讲 我就哪里去 只要我做得到 不管讲得好跟不好 我都去 就是 孟昌老和尚自己讲的话 他说 洪公啊 请问 一个若受了菩萨戒的人 有人请他去奖金 他若不传奖金的话 那这样算不算犯戒啊 那种洪一大师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讲我老人家吗 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问你老人家的想法如何 我智慧不太够啊 请你开示一下吧 结果洪一大师就 不讲话 看了他一下 你下去 你下去吧 没事 我待会再跟你讲话 洪一大师就在里面呢 念佛了 出来一下呢 就告诉世子说 孟昌老和尚 三天以后 我就去青岛战三世 他说 我请你 请了半年 你都不去 那些三天结果 没问题 要出家人 就带一件衣服 什么东西 三天以后就走 结果孟昌老和尚 非常高兴 赶快跑出去 打电报 老和尚来了 老和尚来了 终于就把他请动了 这就是当年呢 上船的时候 在船上要拍的一张照片 当年要拍照是很难 对不对 所以可见呢 洪一大师就这样被请动了 不过下一次 你们不要用这招来对我 那是洪一大师 不是我 好 接下来看 洪一大师 亲笔画的地藏王菩萨 我好不容易得到这张 非常非常庄严 亲笔画的地藏王菩萨 当然原稿不在我这里 我是后来看到翻印的 洪一大师 亲笔画的地藏王菩萨 刚才就是上次 我也有流通过的 看起来不觉得这样 你刚开始觉得不这样 可是你注意他的眼神 越看你心就会越宁静 这是洪一大师画的 所以我也把它印出来 流通了 所以洪一大师呢 是一生弘扬地藏法门 接下来呢 这个 孟参老和尚亲近过他 所以他就说洪公啊 战查上恶业报经 怎么样丢轮子 这个战查轮是怎么样 经文虽然这么说 他说洪公你是艺术家 你又懂这些啊 你可不可以刻一组啊 这个战查轮啊给我 后来洪一大师真的 因为孟参老和尚 虽然潜称的起起 他就刻了一组战查轮 后来呢 这个 孟参老和尚就弘扬地藏三经 所以地藏灿是很殊胜 战查上恶业报经是很特别 一般佛门里面是不准你去看下 算命或不挂 但唯一一个方法 战查上恶业报经 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讲 地藏菩萨的悲心愿力而弘扬的 注意听 一般人补挂 就是用甩子这样算 是算几率的 比如说就像你们拿那个 这个正反啊 拜大八功 大八功 请问我今天要出门 OK 出去吧 你们呢 去那个司马路观音庙 拜那个准提菩萨 对不对 哎呀 对不对 我今年的儿子会不会考上啊 准提菩萨 准提菩萨 啪 三次的数字都是一样 那才是真的 所以我要先说 这个一般人都觉得说 地藏法门 为什么地藏法门有战查伦呢 佛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吗 佛不是告诉我们呢 我们呢 一切要观自己的心性吗 没错 可是有些众生 他就很执着 一定要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 他就有战查伦 战查伦最重要的是 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心 也就在大乘佛法里面呢 真正讲补挂的呢 唯有地藏法门 那其他的法门呢 都是一些民间宗教的比较多 好 再看下面 地藏法门与西方净土的关系 看十三页 第二十一行 地藏经 我们现在说三经 其实地藏有很多很多经 我说过中国人喜欢精简 中国人不太喜欢复杂 老实说 中国人都喜欢了 师父教我一个又短 又要时间少 功德快又大 然后呢 又能去极乐世界的 那就是普贤行愿品 真的 我苦口婆心 就劝新加坡的脸友 有些人听 有些人就当耳边风 好那就随你吧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 把所有的丁脸们 就跟一个弥勒三经 观音三经 地藏三经 事实上 地藏菩萨真的不止三经 从刚才附录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第十二页就可以看到 地藏法门有非常非常多 但中国人都喜欢 精简的 中国人不太喜欢啰嗦 复杂的都不喜欢学 比方说什么 大制度论 很多人一听到大制度论 头都很痛 再听到瑜伽师弟论 那头更痛 为什么 中国人没什么耐性学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中国佛法 对不对 有这么多的高僧 用了生命到西天去起经 其实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 在大阵仗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所以我发愿 讲别人没有讲过的经论 我发愿整理经论 来介绍给现代的人 不然这些大藏经最后都放在藏经阁里面 被白蚁都吃掉了 是不是呢 就像我们今天 如果你没有来参加法会 你一辈子也不会念 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的祭颂吧 所以希望大家要有耐性 法门无量誓愿学 地藏法门绝对不止三经 地藏有无量无边的经典 请看 那当然 偶一大师为了中国人喜欢经典 所以就用地藏三经 红一大师也说 请说 请看经文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 文字呢 很浅显 故事很多 然后功德又很大 所以对你们而言来讲 并不难 第二个 就是地藏菩萨十轮经 这次我们讲座 讲第二品 下一个 地藏菩萨 战查善恶夜报经 战查 就是透过地藏菩萨的圣号 然后丢木轮 还有拜灿 然后你知道你过去 现在未来 杀到淫望久 哪一个比较粗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拜地藏圣号 拜 拜了一个礼拜 你又再丢 请问我杀夜灿除了没有 他一丢 他的绳线会跑出 是长的或短的 还是深的 磕得很深 还磕得很浅 可能你第一次丢的时候 你的杀夜很重 又深又长 那表示你过去杀夜 而且杀磕不只只有一事 是很多生很多事 那你就继续拜地藏菩萨 继续拜赞查善 继续拜 一直念地藏圣号 起码念一千生 一万生 两万三万 一直念 过一个礼拜以后 你再问地藏菩萨 请问地质的障碍呢 杀夜有没有灿除 然后一丢 他就变短了 看到的图会变短 所以 赞查善业 因为你没有神通 你看不到过去 现在未来 你可以透过 念地藏圣号的方式 而了解 你过去善恶的 十善业道 这个是他主要的目的 因为有些众生就很执着 甚至也有人会问 请问我现在拜的老师 是真的还假的 对丁 我以前也做过 你无法判断 不管是仁波切啊 上师啊 法师啊 都说什么是佛菩萨来的 真的还假的呢 你就拜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我相信你 请问我跟着这位老师 是如理如法的老师吗 还是假的老师 然后你就拜 拜了之后 一丢出来 地藏菩萨就告诉你 他是真的跟假的 这个很有用啊 你不相信任何人 你也可以不用相信我 可是你可以相信 地藏王菩萨 以前我拜老师的时候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 对啊 对啊 地藏菩萨是到 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我要讲 战察伦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解决你 过去现在未来的疑惑 可是注意听 他不是算几率的 还有一个 你不可以用不恭敬心 地藏菩萨 我就来试试看吧 我来丢丢看 我明天会不会中马票 答案不会 你一定丢到那个 答非所问的 对 那也有一个问题 你丢了一直不一定有结果 举个例子 注意听 以我现在 从过去生 从过去生到现在生 修到今天为止 请问我若断气 我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丢战轮 有些人丢出来的结果 就你现在就会去极乐世界 可是现在 现在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累积的功德 就已经到了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可是有些人呢 一丢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 你的福德因缘 还是没办法 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就要起忏悔心 继续修 修个半年 或一年以后 你再丢 请问 我的业力参除的时候 可不可以去极乐净土 答案会 他也会有答案 那假如你听过 孟昌老儿上 讲的战查 上个夜报经讲集 也非常好 他是一个大乘法师 如理如法 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他活到了96岁 各位他的方广出版社 都有他的书 还有你也可以上网 佛头教育基金会网站 或是海涛法师的 生命电视台 也有他的这个 讲经风法 然后呢 讲到最后 他就说 哎呀 我告诉你各位真话 他亲口也对我们说 你就甭赞了 每一个礼拜都丢一次 多麻烦 连续拜三年 赞查赞 你的业力就会赞除 很多很多 赞完了以后 一年赞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不然你每天都很忙 又不去做工 每天就在家里 像那 你们家 你们家赌博 在家 我到底 也在你们家掺除 对不对 其实 他是要 经过 长远心修持的 好 这是介绍 赞查上个夜报经 请看下面 地藏菩萨本源经里面 虽没有具体说 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个道理 但是在其他两部经 却有 请看经文 十轮经 十三页 第二十四行 十轮经里面说 若有众生 当要往生 敬佛国土 导师所居 一定会满你的愿 再看 赞查经 若有人想要往生 他方 现在的敬佛国土 应当 随笔 世界佛之名号 专义送念 一心不乱 如上观察者 决定可以往生 彼佛 清净国土 他这意思是什么呢 假如有有众生 想要去西方极乐净土 那你要念两个名号 一 念地藏圣号 早上起来 先念地藏圣号 注意听 是早上念 听好 平常念佛的时候呢 说早上下午 晚上都念 可以 可是在大乘大吉 地藏十轮经里面讲 早上念地藏菩萨圣号 力量最大 为什么呢 一大清早的时候 地藏菩萨就入 克 且 恒合 杀树的定 所以 早上起来 一直到中午之前 念地藏圣号 力量会最强 跟你们刚好想的不一样 你们超度都是 太阳下山以后 才念地藏圣号 在地藏十轮经里面讲 早上念地藏圣号 力量最大 因为地藏菩萨入 克戒 恒合杀树 入定 他就会观察 所有一切的众生 甚至观察 你的今天的你 应该用什么的方法 来帮助你 接下来 念完地藏圣号以后 过了中午 就一直念什么 一直到晚上念 阿弥陀佛 你要专念阿弥陀佛 当然你也可以念观音菩萨 西方三圣 所以等于说 一个念地藏圣号 一个念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在后面推 阿弥陀佛在前面拉 所以你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个 对 这是真实的 师父不是开玩笑的 我讲法不法 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 那你会说 师父我们现在晚上 美国是白天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依众生的夜席 早晚是以太阳 日出日落而决定 事实上 地藏菩萨 24小时都在入 客前横河杀树定的 接下来再看 所以联中九祖 偶艺大师 请各位看 14页第二行 联中九祖 偶艺大师 就有礼 地藏菩萨的 战查善时 他发愿 请看 舍身他事 身在佛前 面奉弥陀 地势诸佛 亲蒙授记 回入城牢 普惠群迷 同归密藏 就偶艺大师发愿 舍了我这个身呢 决定希望 身在西方阿弥陀佛面前 甚至能够 清净无量的诸佛 诸佛 骗供愿 骗供诸佛愿 然后呢 蒙阿弥陀佛 受祭以后 一定会再回来 五欲六成的成老 普惠群迷 然后呢 愿同地藏菩萨一样 度一切的众生 同归密藏 这里的密藏 就是指地藏王菩萨 所以 后来宏艺大师呢 也跟偶艺大师 发愿一样 身身世世啊 都会千百亿画身 画一个身 跟在地藏王旁边 地藏菩萨旁边 不管在地狱恶鬼处身呢 或六道众生 或他方世界 都跟着地藏菩萨 一起发愿度众生 由此关顾 地藏法门 实在于净土中啊 的因缘是 甚深殊途同归的 所以并不冲突 接下来第三 请看 请修净业三福 为成佛正因 请看幻灯片 最上面一条 这是我家的 因为这个原文 是宏艺大师 写的 尽管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的 比如说 你现在问啊 你想去哪里啊 我去极乐世界啊 不是想去就可以了 你要修啊 举个例子 在新加坡 我问年轻人 请问你想要去 哪个学校读书啊 我想去新加坡 国立大学读书 问你 你考不进去啊 当然还有南洋理工学院 对不对 不然你就到其他国家去啊 所以你想要进去啊 你还要努力 你才能够进那个学校 你要好好认真读书 对不对 复习 甚至可能有些人 还上补习班 然后考试 这么多人竞争 然后你考进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你才会做学生 同样的注意听 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说我嘴巴想去 就能去 没那么回事 你要修 修静业三福音 上一次讲座 我就讲过 校养父母 奉世师长 其心不杀 修十善业 有十一条 你要一条一条做 而且要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所以你每天要读经啊 你要念佛啊 因为这个是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 那在 静业三福里面呢 是第一条 就要校养父母 而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是讲地藏菩萨 在过去是做光木女的时候呢 就非常孝顺自己的妈妈 大家知道光木女的故事 所以地藏菩萨呢 地藏经啊 在中国称为 佛门的孝经 道理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既然常常读地藏经 又以光无量寿佛经 敬业三福来砥砺自己 所以你这样一教奉行 崇尚孝道 以报恩或是孝顺父母的恩德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这样子你才去得了极乐世界 好 接下来再看第四段 深信因果 自我反省为学佛的基础 当代印光大师教人 持迷念佛号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者 先要劝信因果报应 而且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样子才可能 藏佛慈力 待业往生 在这里可见因果很重要 我这一段多说几句 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是不一样 因为师父也是受现代的教育 现代人的道德 还有价值观也不一样 以前的人可能比较单纯 老实 纯朴 以前人都会有相信因果 敬畏天地鬼神 要拜祖先 这些很好的美德 现在的人呢 最可怕的是 什么都不相信 尤其不相信因果 所以你会看到 全世界各个宗教里面呢 都会特别强调因果 尤其佛教里面 会告诉你要从地藏经开始学 为什么 因为假如一个人不相信因果 那就很麻烦 为什么 天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假如一个年轻人 他什么都不相信 他只相信自己 那很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会跟我 我直相应 一个人呢 只相信自己 什么都不相信的话 他也不会懂得尊重别人 天有天理 地有地理 人之间呢 这很多因果报应的道理啊 是存在的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现在的法师 都大力弘扬地藏经 还有地狱变文图 这次讲座我也会引用 江义之老居士呢 因净空老法师而画了地狱变文图 出了一本书 全部都是地狱的 那地狱真的在吗 答案是在 可是现在的人呢 现代的科技 虽然是非常的进步啊 可是佛经讲的 不止六度空间 不止十度空间 是无量无边的空间 所以地狱是的确存在的 但是对一个完全 不相信佛法的年轻人来讲 讲地狱来讲 他就 That is a superstition 迷信 答案不是 是真正存在的 所以天下会乱 乱在人心 人心会乱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不相信因果 假如不相信因果的话 那就很可怕 因为他什么事 都可以做得出来 好的呢 他也无所谓 坏的呢 也不怕 那这样子的话 人与人之间不会尊重 人与人只会呢 相互的伤害跟残杀 所以我会觉得 各位脸友 虽然你很有善根来学佛 也来佛堂听经 但是要教你的孩子 教你的家人 要懂得做人 要有品德 还要相信因果 这很重要 他念不念佛呢还其次 可是你要告诉他 对不对 重瓜得瓜 重豆得豆 这是最浅的因果 可是你要对你 简单的讲 什么叫因果 就是对自己的行为 要负责任 这是很多 做父母你要教的 你不可以说 我就念阿弥陀佛 哎呀 随便啊 随缘吧 随缘 不要 你自己的孩子 要去教他的品德 要教他 对自己的行为 讲话 都要负责任 这个就是从 深信因果开始做起 接下来再看 地藏菩萨本源经里面 广名因果报应 所以 应该呢 学佛的人啊 要从深信因果 要常常自我反省 做基础 假如这个人 不相信因果 也这个人 也不相信自己的话 那他很难学习佛法的 再看 他人未能 深信因果报应 不在伦常道德上呢 去注意 请看第十四页 第十三行 假如你不在 道德跟伦常上注意 那 你连往深西方极乐世界 都不可能啊 那你可能呢 只有堕入到地狱 恶鬼畜生 三恶道是有份的 所以 弘一大师就认为说 修净土宗的人 也应该要深信因果 要常常 简点自己 所做的所为 真诚的忏悔 努力的改过 只要你肯忏悔 有惭愧心 你呢 继续呢 修五戒十善 加上念佛 作为助行 你往深极乐世界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 有把握 换句话说 这一段呢 师父要提醒你 假如 你很认真的诵经 很认真的念佛 可是你的行为啊 却专门做 违反 五戒跟 实善的这个 行为啊 我要提醒你 那你念佛往深呢 就有很大的障碍 你往深的时候呢 因为业的显现啊 你可能呢 你就会昏迷 所以 假如你平常 所做的身口意行为 是违反五戒十善的话 那你真的要忏悔 所以念佛的人 他越精进念佛啊 其实他因果啊 他会越谨慎 越谨慎以后 帮助你呢 起心动念啊 更清静的 精进念佛 那你念力 就会更精进 所以这个是相互影响的 对不起啊 又让我想到 新加坡的Galang 这个真是一个 太神奇的地方了 我讲经可以这么多 常常举他的例子 你想看 那边的众生 你说他不是 修福修会吗 有啊 烧香拜佛啊 可是问题是 他的行为 是违反五戒十善的 甚至呢 是 阿弥陀佛的 所以 这样的话 你边造业 你边修行 边造业 边修行 老实说 你修的呢 只是人天福报 我要提醒你 临终的时候呢 你是会昏迷的 就算全部人发动了 出了祝念堂 帮你祝念啊 你还是会昏迷 就过去了 那这样很可惜的 所以要深信因果 忏悔自己的恶业 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 第五段 生安而后到龙 请看讲义 洪毅大师说 每一个人修敬业 假如你能够有 具有般若波罗蜜 的智慧 在现在的一切苦乐 顺利的环境中 放下没有挂碍 当然很好 这是你有善根 举个例子 苦境来的时候呢 苦消除你的身见 逆愿来的时候呢 逆愿来的时候 需要忍辱 这是兼顾你的禁愿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讲经的时候 上次也讲过嘛 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讲的目的是要讲你 转你内心 对不对 顺境来 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逆境来 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这是非常非常好 这是很高善根人才可以做得到 可是一般人啊 不太容易做到 所以弘一大师讲 如是行者 千万人中 含有一二 一般人碰到逆境来的时候 是很苦的 举个例子 下面讲 我们人处于凡夫地位 你虽然随分随利的做 修习净土 可是对于现在的世界 你没有办法彻底看破 衣食饮服呢 饮食衣服居住呢 你不能呢 不由所求 碰到的水灾火灾 战争或是天灾人物 或是像SARS 或是H1N1 这样的天灾人物 好像最近呢 大家知道中国大陆 对不对 青海 玉树又大地震了 死掉了很多人 受伤的呢有八千人 像这样天灾人祸 你不可能说不顾虑啊 那怎么办呢 假如你在生活当中 碰到了很多困难 身心呢 病痛有很多 障碍又很多 内有烦恼 外有障碍 遇到了灾患平起 那在修行上呢 做很大很大的障碍 这时候怎么办 只好先拜 地藏王菩萨 或观世音菩萨 请不吝点赞 订阅